纽约州长霍储周三宣布将在2024财年预算中投资5亿元 以通过劳动力保留补助计划来支持纽约州的儿童保育劳动力 并通过额外投资以使托儿服务更加可负担 2024财年预算创造了劳动力保留补助计划 将为符合条件的儿童保育计划提供5亿元资金 以支持15万名儿童保育工作者 资金可用于向担任保育职务的员工提供2300到3000元不等的奖金 以及招聘新员工提供签约和推荐奖金等等 霍储说对本预算中的儿童保育投资感到自豪 这些投资将使家庭更容易获得保育服务增加劳动力 形容是为纽约州的未来支付首期付款 除此之外预算中的额外儿童保育投资 包括支持雇主创建和扩大儿童保育选择 以及扩大帝国州子女税收抵免 以及4岁以下的儿童将支持近63万名儿童 州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代理专员顾斯塔夫说 这些有针对性的投资和改革将有助于发展和支持儿童保育劳动力 鼓励雇主与家庭一起努力确保儿童保育服务 劳动力保留补助计划的申请将于7月13日开放 一家位于布朗市的轮胎店周二深夜发生三级大火 导致一名消防员受轻伤 数家商店被烧毁 纽约市消防局说 事发在周二晚上10点40分左右 地点位于布朗市高速公路 与怀特普莱恩斯路上的一家轮胎店 大火原先为两级火警 但由于火势猛烈 随后被升级为三级火警 视频显示 浓浓的黑烟从火焰上方升起 笼罩着整个地区 消防官员期间需要增加支援 根据当局说法 当局派出30多个单位 共138名消防员到现场 经过两个半小时之后 消防员终于在凌晨一点左右 成功控制火势 消防员事后仍留在现场继续工作 并开始进行清理 大火导致一名消防员受到轻伤 已被送往雅各比医院接受治疗 官员表示 有三家商店被烧毁 包括事发的轮胎店和隔壁的一家花店 另有公寓和办公室轻微受损 幸好受灾商店附近的住宅并不多 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布鲁克林黄冠高地周三早上发生枪击案 两名青少年被击中受伤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相信两人都不是预定目标 事发于周三早上10点左右 地点位于布鲁克林黄冠高地 富兰克林大道821号 纽约市警官员说 一名男子据称向预定目标开枪 但没有击中 反而击中了两名无辜青少年 警方相信两人都不是预定目标 其中一名受害者为16岁的女孩 右腿中枪 另一名为17岁男孩左臂中枪 两人均被送往国王县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两名嫌疑人事发后 在东大路上向东徒步逃离现场 根据目击者说法 两名嫌疑人为深色皮肤男性 约只有十多岁 其中一人身穿黑色衣服 上身为一件黑色连帽衫 另一人则身穿红色连帽运动衫 和灰色牛仔裤 目前还不清楚 是两名嫌疑人中的哪一个为枪手 警方认为 嫌疑人至少开了五枪 调查人员事后 在该地区进行搜索 以寻找弹壳 案件仍在调查 暂时没有人被捕 负责监管雷克斯岛的联邦监察员 日前发布一份报告 提及发生在雷克斯岛的 五宗事件新的细节 并批评市城教署 未能保护被拘留者安全 及向监督小组报告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特别报告中 联邦监察员马丁 就五月份 雷克斯岛中发生的五宗事件 将矛头对准了市城教专员莫利娜 马丁认为 相关事件代表了一个更大的趋势 该报告批评市府官员 未能妥善调查 城教人员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 并忽视提供紧急医疗的服务 马丁指 市城教署似乎违反了旨在保护被拘留者安全的法院命令 又指责该部门不愿提供有关事件的信息 过去两周内发生的五宗事件中 包括一名被拘留者跳楼自杀身亡 报告指 市城教署未能在24小时之内向监督小组报告 其他述宗事件则涉及被拘留者与他人发生争执后 受重伤或者瘫痪 另有一名可能有认知障碍的80岁被拘留者 被单独关在没有洗手间的监狱中长达4个小时 在一份声明中 莫莉娜没有提及报告中的事件 但声称 自他2022年1月上任以来 该部门多个方面 如安全 工作人员矿工 培训 雇佣和被拘留者出庭的交通 都有所改善 雇佛